只要本宫消失了,皇上也无需再有顾忌了 这个女人已经当上皇后十年,却始终没有得到皇上的宠信 众大臣以她没诞下皇子为借口,逼迫皇上另立心扉 无奈之下皇后以死向逼,终于堵住了众大臣的嘴 其实皇上之所以没和皇后远访,也不愿另立心扉 是因为她真正爱的人是云歌,而皇后就像亲妹妹一样 皇上厌倦了朝堂的尔虞我诈,决定放弃皇位,云歌归隐山林 她写好了退位诏书,安排好了一切,本以为马上就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 谁料在最后一次的早朝上,她竟突然晕倒 诊断后得知是中了毒,而且毒性已经扩散至全身 这还有多长时间,皇上随时可能会眠,甚至再也醒不过来 皇上自知赔不了云歌一生,便不想耽误她 于是开始故意疏远她,说之前承诺放弃皇位只是一时冲动 还说很快就会和皇后远访 那我们的约定呢?可我终究还是个皇帝 早知今日,又何必把我留下 云歌伤透了心决定离开,皇上一身喜福却满脸的悲伤 默默地和皇后喝下了合欢酒 皇后自知得不到皇上的心,但能为心爱之人穿一次嫁衣 她感觉此生无憾,另一边云歌刚刚出宫门时遇到了孟绝 孟绝告诉她,如果一个人突然改变,那么一定是有她背后的原因 不要一直看表面,看事情要用这儿 云歌回忆着与皇上曾经美好的时光 突然恍然大悟,他不顾一切地来到皇后的交房殿 太监却说皇上不在这里,而是在云歌的宣誓殿 皇上独自一人躺在宣誓殿伤心,云歌推门而入 皇上一时间大喜大悲,突然晕了过去 看着虚弱的皇上,云歌心疼不已 他找到前男友孟绝,希望他救救皇上 孟绝却开出一个条件 我的枕筋就是,你要嫁人